哈囉 大家午安 午安 柏惟內內酒蛋 竹倫 司馬尼海 Sandy 志宏 阿元 洛克午安 史努比斯好 貝迪欣 午安 懶熊出沒午安 哎呀午安 千萬午安 要有你的粉絲 不同不同 今天是竹倫 謝謝志宏的鼻心 謝謝洛克的真情告白 YC你好 世宏午安 千萬萬公演的時候 怎麼感覺背上有抓痕 對 因為我上場前呢 我就好像不小心抓到了我的背 然後就有抓痕 所以可能有 還是志龍抓的 沒有 真的假的 真的 毒蜘蛛那一套 然後我在後台等的時候 對 就是等他們前面MC玩 然後我就 去抓了一下我的背 然後就 流疤 沒有流疤 就是紅紅的 因為這樣抓不是會流那個紅紅的 那表示你很 十分鐘內抓耶 對 怎麼可能會那麼鮮明 我就 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去抓了我的背 蛤 你是貓喔 可是你的指甲也很奇怪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那麼明顯 而且我忘記 那個毒蜘蛛那套是有漏背的 然後我就 很沒有意識 就是 可能去抓了一下吧 然後就 留下紅 這個山頂看得到嗎 這山頂應該看不到 可惡山頂看不到 居然看得那麼仔細 我覺得也是蠻厲害的 哈囉包子你好 謝謝柏惟的草莓 而且我這次 沒有拍到什麼照 太匆忙了 就是換衣服 也不是匆忙啦 就是 因為我 我跳完前四首的之後 有點耳鳴 因為我有那種過敏 對 就是我不是以前說 我表演的時候 很容易流鼻涕什麼的嗎 然後 就是 會習慣性的去吸鼻子 然後我前四首跳完 因為我覺得好像是流汗的時候 會一起流鼻涕耶 然後我又很會流汗 所以就會一起流鼻涕 然後 可能吸鼻子的時候 然後 不小心耳鳴吧 然後耳鳴 耳鳴之後真的很不舒服 就是 平衡感嘛 還有你唱歌聽聲音 講話聽聲音 就是 聽起來會有點不太一樣 你們懂嗎 你們有耳鳴過嗎 就是 對 大家非聽耳鳴的時候 也是 就是講話聽起來會怪怪的 對 然後我就耳鳴之後 我就覺得聽起來 聽東西好怪喔 然後就 沒有拍到什麼照 我就一直在處理我的耳鳴 想說他什麼時候會好 然後就沒有拍到什麼照 結果拍到第一套跟最後一套 耳鳴唱歌聲音聽起來 真的 超怪的 我就一直覺得很怪 但是好像有點難 他後來一直都沒有好 就是 只能習慣他 哈囉 豆芽先生 Dragon 你好 很高興認識你 哈囉 豆芽先生 謝謝柏維的小公主 謝謝 歡迎在這 閃光星星 謝謝 喝你的楓葉 大家這次公演看的還開心嗎 開心嗎 謝謝周穎的我來簽到 謝謝阿元的草莓 謝謝小葉的閃光星星 謝謝志宏的帶影去流浪 謝謝許阿北的愛的煙火 謝謝變成新鮮檸檬的小獅子 謝謝YC的閃光星星 謝謝YC的閃光星星 大家有 最印象深刻的地方嗎 我 我這次蠻覺得有趣的是那個MC的部分 對 我們做了倒置 很像原遊會 不覺得 而且我們是MC3接4對吧 然後3的時候也是玩那個 紅旗舉起來那個 就是也是很多倒置 我覺得我們很像什麼原遊會的攤位 遊戲攤位 很豐富這樣 謝謝羊圈裡的路的緣分相遇 只知道有滿滿的九天順 九天順序也是超級有趣 我等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 蘇光愛情的free變成拍壺 謝謝博文的早晨鼓勵 午安幾米粥 你的一舉一動一平一笑 都是最眷勇的畫面 謝謝 土安受到了很厲害的誇獎 哈囉王保羅 空空午安 紅旗白旗很不錯 欸我也超想玩那個遊戲的 紅旗舉起來 白旗放下來 紅旗白旗不要舉起來 我很想玩那個誒 蘇光愛情很酷 紅白旗也很好玩 謝謝烏魚的草莓 但投票的環節蠻 蠻多榜很意外的誒 對啊為什麼 為什麼我會是小孩子啊 我那個小孩子 那天天賺這麼高票 我們原本就在預測說 大家投的結果 應該會跟我們投的很不一樣 沒人要救麻油 日本人太難了 笑笑居然得逞 可是麻油出題 我原本想說投票的那個 我們都在預測說 你們會怎麼投 對 我覺得你們 我們原本是覺得 應該會跟我們投的很不太一樣 因為你們可能是 就是用直播啊 或是平常見面的時候 但是我們是24 也不到24小孩 就是很常相處在一起 所以就是更了解彼此的那些 行為嗎 跟個性 對 所以原本在猜說 應該會跟你們投起來很不一樣 Steph姐姐說選好了嗎 我直接說兩個都投平安 不過你的票很沒有那個參考價值耶 你就是 投推而已啊 你沒有 你沒有真的 在那個選擇 你只是直接投推而已 最高看兩個都是一五三高的 早安 嘿姐客你好 叫你們午安 而且彩排的時候姐姐很壞 姐姐就說那個板子跟你一樣高耶 她很壞耶 我有好好選擇 其實就只是想投平安 就那個板子真的跟我差不多高 不像我 兩個都沒投平安 小孩子我投平安 最後彩排的時候 那個道具還沒有拿出來 對 然後 那個 就是我們在問姐姐說 欸明天那個板子什麼的 就是 當天那個板子會大概多大啊 我們要幾個人搬上台啊 什麼的 然後姐姐就在形容那個板子 大概長什麼樣子有多大 然後她說 大概跟品寒差不多高這樣子 那個板子真的跟我差不多高 我真的 好難過喔 為什麼我這麼小隻啊 小孩子我也投平安 我只是身高像小孩子吧 個性應該沒有啦 大家是不是看身高投的 你還是你的板子 比板子高一點 沒有 因為那天我穿高跟鞋 對 還好是穿高跟鞋 不然平底鞋的話 我絕對就是比板子還要矮 還好我有穿高跟鞋 謝謝藍熊出沒的楓言 今天午餐打算吃什麼 我剛剛吃了幾口漢堡 但我還沒吃完 現在有點飽 不然哪天平函工作不能上場板子可以代議咯 真的欸 就做一個我的人型立派就好啦 反正很容易做 我這麼小隻 對不對 但切換一筆你就是小朋友啊 有嗎 就是那天公演MC我們出了一個題目說 覺得操組誰的個性最像小孩子 然後我們有給粉絲們投票在公演前 然後我竟然是粉絲投票第幾名啊 第一是不是 真的假的 對啊 喔我覺得你還好欸 對 那我想一下有誰 你們哪一組有誰啊 我們自己投 我們成為自己投 你猜猜看 我現在先不想知道 等我一下 我看看你們有誰 哪裡有人型綠牌我要收藏 等一下喔 喔第二 我那天粉絲投票第二 好等一下等一下 我要 我覺得是誰 但你們有自己投票 但我覺得大家是不是看我的外表 比較像小孩所以投我 但我的個性真的沒有 這不是很明顯嗎 對吧 對吧很明顯 那我們兩個一起講好不好 好 一二三 瑞婷 我投瑞婷欸 鄭宇威很小孩 熊妹是我們投的第一名 成人投第一名 看吧我就說啊 然後瑞婷好像第二名 不過瑞婷 瑞婷也個性也滿像小孩 因為他們就是 瑞婷很會撒嬌 所以就覺得她很像小孩 我跟你講絕對是熊妹跟瑞婷 熊妹還好吧 還是我跟熊妹妹不夠熟 可是我跟熊妹還沒那麼熟的時候 覺得她滿像小孩 可是真的認識她後 覺得沒有欸 就是跟她聊天的時候 她其實蠻 但你要想說你要是跟其他人比啊 就是她即便沒有那麼小孩 在你們之中還是偏小孩 是啦 對吧 就是投票本來就這樣 年紀比較小 對啊 是跟我們比算了 這樣安安就還好 安安就是蠻 蠻穩重的 蠻穩重的 聊天的時候 謝謝劉建谷的草莓 結果會不會投出來是凌結 然後讓大家就 你說成員投票 你說成員投票 你說超級高冷 然後沒想到就說 就是私底下的小孩 然後沒想到就說 好像反家謀很可愛 謝謝博承的子譜守護靈 謝謝中影的心疼 那如果A組的話 你會投誰 看一下 我看我看A組 然後我們兩個一起說 等一下我還沒看好 A組你說個性的部分嗎 個性部分 比較像小孩子 或者是他一些想法 然後覺得還蠻天真的 就是比較像小孩的 純朴跟純真 等一下我想一下 我有好幾個人選 我也有一點 好我知道了 我知道我要選誰了 等一下等一下我再看一下 你再往下滑一下 好好我知道我要選誰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 欸講 是講全名嗎 呃 綽號也可以 好那我們123囉 好 123 0 Mina 蛤 我覺得是Mina耶 我覺得是Mina耶 Mina其實蠻成熟的 Mina有時候聊的說 就是東西 但是凌鈴也還蠻 我覺得Mina是有時候 就是 行為會有點像小朋友 可是 她的想法跟聊天是 很成熟的 是有到她的年紀的 嗯 凌鈴是很純真 對 但是我覺得她最近也變很長大了 比較成熟 但凌鈴有在看一些書 電影什麼的感覺也是 正在轉換期 但是還是有那種小孩子的純潑 她有小孩子的純潑 她有小孩子天真的那種感覺 OK 好那我們來看看C主 欸我覺得C主 好有趣喔 下次要把那個範圍擴大 就是全踢披離 我覺得 這樣投出來結果應該會很不一樣 我覺得櫻佐很難投 因為大家年紀偏小 嗯 個性的部分嗎 但櫻佐比較有的沒有聊過那麼多天 個性的部分 比較小朋友 我看一下 不一定是小朋友 就可能很 櫻佐人好少喔 是不是 有嗎 嗯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好難選喔 超難選的 我想一下喔 我有兩個人在猶豫 嗯 好了好了 這純真 不是聰明或笨對不對 不是聰明或笨 小朋友 是個性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 等一下 好我還沒選好 等一下我還沒選好 個性的部分嗎 個性的部分 等一下要少朋友一點 等一下我好難決定喔 3 等一下我還沒選好 欸是講錯好嗎 我還沒選好 我還沒選好等一下 好好我選好 來囉 1 2 3 布丁 欸我們兩個答案完全不一樣 嗯啊 布丁吧 布丁沒有啊 布丁很成熟 是嗎 我覺得布丁蠻成熟的啊 但是他有那種很純真的那種感覺啊 是有 藝雲喔 藝雲蠻Q的 結果我們意外的都不是晨晨 大家是不是很意外 晨晨是年紀最小 但沒有 晨晨 晨晨是小大人 晨晨超成熟的 他 晨晨講話真的超成熟 可能比我還成熟 可是我覺得 李玲也是蠻成熟的 最近 還是你最近比較沒在跟他聊 李玲嗎 還是有 你有感受到他就是長大吧 有 比起剛進來的時候有 的確的 好想音樂耶 原來他就是沒有什麼就是 不會 想太多 不會想太多 然後很直來直往一個人 就是你不會感受到他任何的那種 就是他也不會給你那種他現在很煩惱 或是他現在很不開心的東西 就是每次看到他都是很開心的在分享甜點 真的很純真的感覺 有甜點就很開心的人 所以就是沒有什麼其他的煩惱 就是有甜點就開心 所以就覺得 蠻像小孩子 對啊 小孩子不是有 有零食就開心嗎 我好像沒有看過一雲不開心 或是看起來很煩惱的時候耶 就是看到他的時候幾乎都是蠻活潑 然後 然後 元氣的狀態 無 對 無憂無慮的感覺嗎 欸那你們還有什麼其他題目 我們還有什麼其他題目 我想一想 誰的小劇場最多 喔好好好 那 呃 你們投票結果是誰 粉絲投票好像是李嘉莉 好那 那我們兩個講出我們覺得 B組誰小劇場最多 等一下我要想一想 這個很好選啊 我投我投了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好一二三 李嘉莉 李嘉莉 這很明顯啊 李嘉莉 李嘉莉是完全就是大家都 李嘉莉小劇場真的很 這很超多 他就是自己內心有一個公主戲嗎 很浮誇 他就是真的出去玩什麼 他就是要帶上各種東西 他一定大包小包 然後可能 比如說去野餐好 假設去野餐 他可能就會帶玻璃杯 然後 什麼放音樂的 然後 那個彈子 彈子 小籃子 小布 漂亮的布之類的 帽子 帽子 然後可能 那種可愛的箱 行李箱之類 就是各種拍照用具 就是他會想說 今天拍照有可能會用到這個 那我帶著好了 所以他永遠 always 大包小包 對 的確 然後可能去個咖啡廳 就是我們約咖啡廳拍個照 吃個下午茶 他可能耳環會帶個兩三副去選 配合當就是現場的環境跟場景 然後 髮箍可能也會帶個兩三個之類的 他真的小劇場很多 上次還有去 不是去他們家吃飯嗎 然後他那天懶頭髮 對 然後 他內心就是很期待 大家 會有 發現他懶頭髮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 你們知道我要不要 哪裡不要 然後他內心應該已經演過 意思是說 大家會說 你懶頭髮了 很好看耶 他內心應該已經演過這次 然後我們這樣 那個 欸 哪裡 你今天怎麼了嗎 然後完全看不 沒看出來 然後他就很難過 好好笑 你們怎麼欺負他 沒有欺負他 他很可愛啊 他小劇場很多 他內心會上演很多戲 好 那我們來看 Daisy 但我覺得我們組 那個 雨晴也是 小劇場的人 雨晴也有當選 好像第二名之類的吧 因為他有時候在後台會演 臣妾的戲 你會說A嗎 哈哈哈哈 泡湯很好笑 A組 我看看A組 A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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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劇場 小劇場 你往下回我看一下 好難選啊 小劇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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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選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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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選好沒 小劇場 好 一二三 面面 我也在猶豫小迪還是面面 面面 但小迪也有 因為小迪是那種水平的那種感覺 所以就是他可能也想過很多 事情 在腦中演過很多 對 演過很多 然後我覺得面也是有這種感覺 嗯 面面有 面面的感覺也是小劇場會很多 對 然後其他人感覺 還好 還好 李夢純應該看起來最沒有小劇場 他是直接大劇場 他直接覺得 欸可是我覺得我意外的也算有小劇場欸 嗯 可是沒有沒有不是那種浮誇 就是謹慎的那種小劇場 對啊 所以我覺得迪也是啊 他可能會覺得欸這樣做好不好 或者是就是會去想這樣 因為我是那種表演前一天 我會腦中先跑過明天所有會經歷過的事情一次 嗯 就是我們明天會用到什麼啊 我明天表演這首歌的時候會怎麼樣啊 那就是劇場內容比較不一樣啊 你的劇場內容是比較謹慎 比較震驚 震驚是 就是你的腦中有很多小品牌說來上工囉 然後就是來 第一首歌 然後衣服到了嗎 我真的在腦中會跳過一次這個公演欸 就是從第一首跳到最後一首 然後換衣服的過程 然後要帶什麼東西 全部都很好 你那個不是小劇場 你那個蠻大的劇場 你那個烏眉劇場 我烏眉劇場 我前一天腦中有烏眉劇場 就是震驚事 可是我 我在玩樂的這種事比較還好 嗯 好啦我現在改面好了 嗯 好像面劇場 會不會其實結心劇場也很多 因為你知道做詞做曲 人會比較公佩 就是那個腦中有很多想法 要想過很多story之類的 說不定結心也是蠻有劇場的 小劇場這種事好難 啊我想到了 Luca Luca Luca是嗎 對吧 我覺得Luca也是那個 蠻有趣的 那內心劇場可能也蠻多的 好想要買票進去大家的 每個內心劇場 因為之前看那個Luca 我有時候表演什麼 看彩排什麼 會看到別著的表演嗎 然後 或是演唱會什麼 然後Luca就是在那種比較 有情 像什麼 比如說孟姿中 有情境的歌 就是需要演戲的歌 我覺得他演的就是很 有那個感覺 你比較入行 對對對 就是演很需要演技力的歌曲 我覺得他表演得很好 就是很會演 演有演的那種感覺 所以感覺平常應該是 有在想 腦中有這個戲劇嗎 不錯欸 好 我們再來是什麼 音主 你們對腦中劇場 是不是有點誤解 我也覺得欸 我們的腦中劇場 現在內容太廣了 小劇場很多是那種感覺 就是 想很多 應該不是這種震驚是吧 不是震驚是 不是我的種 而且剛才Luca的那個也有點不像 Luca那個就單純演技力很好 小劇場好像怎麼 就是天馬行空 天馬行空 然後 自己是主角的那種 東想西想 自己是主角那種 他可能已經想過這一個 接下來的 那個劇本會怎麼走 嗯 好 這一組 沙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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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難欸 等一下我看一下 看一下 好難喔 好 好 你選好 我也選好 你要講三個字還是綽號 三個字 好 一二三 劉小琴 我剛剛也在考慮劉小琴 我剛剛無期會跟劉小琴在學 哈哈哈哈 小琴有 可是我覺得劉小琴有 小琴 因為小琴也是會那種 欸他就是會期待一個事情 其實有點像李嘉莉那種 他就是譬如說今天好 假設要野餐 他已經想好整個狀況 跟今天會發生什麼事 然後大概想好 那譬如說今天下雨的話 他就會說啊怎麼會下雨 我的內心小琴場可能已經 跑到哪邊 就是他們可能前一天很期待 喔明天會怎樣呢 很開心 然後我們會怎麼樣 我們會賣很多很漂亮的照片 什麼的 然後會很好玩 但如果下雨的話 他們可能會 喔我昨天上 就是腦中想過的 那些東西都沒了 沒錯沒錯 那無期會又回到 那個劉卡那種感覺 他是真的 真的演 他是演員 演員 對感覺 小琴那比較明顯 我覺得小琴比較明顯 嗯 懂 很好玩欸這個 就是 大家投票出來的結果都很不一樣 蠻有趣的 他是小滋場 而且是真的無用 那種 小迪和小琴有他們 不會無聊啦 不然其實偶爾也蠻需要這種 有小劇場的人吧 才會比較 沒那麼正經 剛好香港主 那種真的是個蠻正經的人 不太會演一些 天馬行控的事 我就是 腦中想的東西都比較 比較實際一點 比較 不會有那種浪漫啊 或是 天馬行控的東西出來 對 比較不是這種個性 因為 都是很正經的東西 很 踏實嗎 對 摩羯座就是很踏實 實際派 腦中想的都是很 實際踏實的東西 是不是啊 你覺得 你是不是覺得我是一個 蠻不浪漫的人 好像是欸 就是 想的東西都很實際 就有點理性派 對對對 謝謝Nicholas的草莓 感覺也不是很會幫朋友慶神 我就不是這個個性 我有進步 李嘉莉很會幫朋友慶神 因為他們家是 從小到大就是在 有Party這種東西 你就沒有欸 我就是從小到大沒有 跟同學過過Party 從小到大生日就是 家裡買一個蛋糕 然後五個人唱 祝你生日快樂 好安靜喔 對 從小到大沒有 但是我在認識那個 李嘉之後有好一點吧 有比較會準備驚喜 有喔 所以那個九天水女的抖音 是誰提案的頭文 你們猜猜看啊 那我那我 我來猜我來猜 我猜 然後我們一起講答案 這個很明顯吧 一二三 王一家 對 產牌的那家就說 要不要 就是我們一起 那個 輸光的時候跳那個 然後 然後你知道 雲哲會在旁邊說什麼嗎 你就說 先從 說服平函啊 從平函開始 然後 他們應該沒有想過我 這麼輕易就答應 對 以前的話 可能 沒關係啦 但 我就是 跟大家認識越來越久之後 就 越來越被大家同化了 就 漸漸的被玩壞了 所以就 現在偶包最重要是林杰 所以就很輕易的答應 我就說 OK嗎 要來是不是 林杰 林杰等一下特訓 我以為要先說服林杰 林杰 但是 也不用說服吧 他也是會照著做的 他是會照做的 但是他會臉就是 嗯 還是有偶包 阿杰偶包很重 我現在已經玩開了 對 是 蠻有趣的啦 全主都看過嘛 其實 彩盤那天林杰不在 所以 問不到他 他是當天才知道要跳這個 對 林杰我不知道看起來真的很早 他是當天 前 前幾個小時才知道 他們說 我們就說你知道今天要跳這個嗎 他說 蛤 什麼 莫名其妙 無奈的做 平安已經被緩化了 看他大家有看得出來 還有中間我跟郁佳那段還有這個 你們有看得出來嗎 登登登 我的他 還有這邊 而且那時候彩排說我還跳錯 就是收到不是這樣 這樣子嗎 然後我那時候好像因為彩排 那一天才說要跳這個 然後就有點措手不及 然後我就 我頭歪錯邊 我好像要彩排說跳這樣吧 看起來超乖的 還好昨天有做對 是歪這邊 謝謝 謝謝 藝成的筆心 收到 為什麼這個梗會這麼紅啊 因為真的太好像啊 其實我們還蠻早看的 我們是不是在第一天就 他還沒爆紅的時候 我們就在看 我們平常就在看 謝謝阿翰 謝謝阿翰的草苗 好像他這支影片的quality很高 沒錯 我覺得比他以往的都還要高 他以往是那種紀錄型的 對 但這次是認真 就是 就是要拍片的那種 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很好笑欸 不知道下次還要玩什麼梗 這樣每個月都要找那個迷影梗來玩 好像蠻有趣的 這次新聞又爆成這樣 這個比捷哥觀看率還紅 迷影女團 他的工生先生太標準 掰掰阿虹 上課加油 覺得最好笑的是以前的笑氣女生 我覺得他每一隻都很好笑 我都超喜歡的 我還喜歡那個DASPLY 那個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KaiKai KaiKai 大家好我是KaiKai 你選的 你選的不想 他說他姐姐都捏他 快點 捏我 他說KaiKai 我覺得他搖音機長起來 然後吃Blaze Free Blaze Free 你不記得嗎 你真的看得很熟欸 我是看得很熟 只是我不會模仿而已 我看了笑點被日本節目演 後來也是不太懂 欸但我覺得日本節目的笑點跟台灣不一樣 就跟美國笑點不太一樣 對不一樣 但日本有的笑點也不好笑 欸我剛剛直接唱誰嗎 這誰 要看 要看 要看是什麼 但我覺得阿翰蠻重我的笑點 我也是 可是我大多數覺得 其他的綜藝節目跟Youtuber我都覺得不好笑 我指服阿翰 你可以來演一次那個陳志好嗎 手工薯條那個 陳...欸 欸 那一集是什麼 那個茶餐會 他要請他喝茶餐會 三點三班 手工薯條 超級好吃 欸 陳志 欸是不是你講出去的那個是嗎 是不是 是不是你講出去了啦 然後要梳瀏海 而且梳子真的梳不 要梳瀏海 那個國中女生都要梳瀏海 對 然後還要收那個板斑 欸 陳志好你嘴巴真的很大欸 是不是你說的啦 是那一集嗎 但我國中好像也做過這樣的事 國中一定要拿那個梳子 然後這樣子 一直梳一直梳 黑框眼鏡呢 嗯 美式綜藝我才真的笑不出來 美式嗎 嗯 但我覺得美式很好笑欸 美式是那種要懂他的點吧 但你看生活大爆炸你是不是也都笑不出來 但我覺得超好笑 可是我看Friends覺得蠻好笑的啊 Friends蠻好笑的 嗯 謝謝補當補到處的冰封會員 很宅 南方公園也蠻好笑 南方公園是什麼 喔他是就那個動畫啊 然後他都會講一些比較時事的梗 美式的嗎 美式的 黃小艾畢業旅行那個也蠻好笑 欸 這我沒聽過欸 這是哪一個 阿翰的嗎 沒聽過欸 沒看過這一隻 難道我們不是粉絲了嗎 柏維也會突然拿出梳子梳頭髮的說 蛤 超爆料 柏維 你會拿 突然拿出梳子梳頭髮 他嘔包很重欸 你嘔包很重喔 欸但我們有個朋友也是啊 喔對 一個男的 旅啊 真的欸 我們有一次 就是那個男生的朋友來我們家 然後就是 丟了一把梳子在桌上嘛 然後那天是 有什麼採截之類的 然後 還有什麼 四個姊姊的妹妹啊 就是很多女生這樣 然後他 離開之後我們在收桌子 然後發現桌上有個梳子 我們想說 是哪個妹妹丟下的嗎 最後我後來問 是那個男生 對 我們反而都沒有帶梳子 超好笑 美式要看 可...可弄 對阿 每次柏惟聚會都在整理頭髮 我公演都會帶一把梳子 欸 柏惟比我還 還重視頭髮欸 因為我 我出門是 很少帶梳子的人 對 我每次有時候被其他成人問 借說 欸你有沒有梳子可以借 然後我就說 我沒有梳子 我就這樣 我是不是很不偶像啊 出門不帶梳子 我真的出門很少帶梳子 柏惟比我還愛漂亮 你頭髮又不會動 會阿 偶爾還是會 你的瀏海都不會亂嗎 當然我覺得瀏海亂就是這樣 用手梳一梳 我就不會特別用梳子 每次公演我都排隊要跟佛惟合照 自然就沒啦 不用特別打扮 但我會帶髮捲 對 但我很少帶梳子出門 我只知道跟女生出去要帶梳子 喔 濕紙巾跟面紙一定要 好 因為我真的有一次 之前出去 然後去吃東西吧 然後我完全沒有帶 濕紙巾跟面紙 然後整個滴的嘴巴都是 然後因為現在要戴口罩嘛 然後沒有辦法擦 戴口罩都會沾到 所以出門一定要帶 面紙跟濕紙巾 對 如果跟一個男生出去 他有隨身帶面紙跟濕紙巾的話 是一件很加分的事情 你覺不覺得 覺得那他有帶梳子呢 可以 你也需要嗎 我也需要 對 因為我不帶梳子 所以 如果出門有帶梳子的男生 的話不然加分 我都會帶 因為女生包包真的都很小 然後真的放不下什麼東西 所以就很需要 很需要別人幫忙帶 我是不是太公主了 但我包包真的很小 而且我不喜歡大包包 我不再喜歡小包包 出門一定要帶大包衛生紙 還要帶 我帶髮捲幹嘛 前陣子日本的髮店 呈說是 帶OK縫的男生特別貼心 但我不想看到柏惟在那邊捲髮捲 自豪你怎麼會不想看到柏惟髮捲呢 你們是不是打是情嗎 是愛 個人認為出門也要帶齒 切換一 為什麼出門要帶齒 為什麼出門要帶齒 是什麼笑話嗎 無恥之徒的笑話嗎 是嗎 你是要講這個嗎 我不知道我沒有get到 不是 我有一陣子 梳子跟鏡子都會隨身帶著 但我覺得鏡子好像蠻需要的耶 梳子的話我覺得還好 鏡子的話 我覺得男生帶鏡子出門不會很奇怪 蠻正常的吧 就是偶爾 比如說吃完飯 來check一下自己牙齒有沒有東西 或是頭髮之類 覺得帶鏡子還好 他帶鏡子我都覺得很奇怪 帶礦泉水 加雨傘可以嗎 當然可以啊 我覺得雨傘也很重要耶 因為我出門也很 很討厭帶雨傘 我覺得很重 可是有時候出門看天氣日報 我70%會下雨 就得帶 而且我發現一個定律 就是我每次不帶傘的時候就會下雨 然後我帶傘的時候就沒下雨 真的 我就是 都是一樣是看那個手機天氣日報 然後 就是憑自己的判斷帶 然後 我有帶的時候都沒有下 然後沒帶的時候都會下 說好的志宏博為CP呢 我是會帶髮膠而已 帶髮膠也帶中了吧 請問有沒有加分清單列表提供給超之男 加分清單列表 我想想 你覺得男生要做什麼很貼心 衛生紙 真的要 衛生紙 四字巾 舒適 水 鏡子 鏡子 雨傘 其實差不多這樣 嗯 雨傘是基隆人吧 沒有 可是有時候真的 如果下大雨 興奮大雨 就去7M買吧 或者一起浪漫 在草地上淋雨不好嗎 視野科 沒有不行啦 我突然腦中有小智常 浪漫小智常 好像蠻可愛的 那你剛才腦中的那個男主角是誰 是不是洛基 老實說 沒有 你要不要自己老實說 你最近迷上誰 我最近迷上洛基 你們知道這個演員嗎 因為我 我以前沒有看過Marvel 然後我 昨天看了我的第一次看Marvel 就是看那個 索爾3嗎 昨天是看3嗎 跟彩杰一起看 索爾3 然後我都來上洛基了 天啊怎麼那麼帥啊 洛基 那個演員叫什麼 Tom Helderson 好難唸 Helderson Helderson 史特隆也是洛基 你們有看過Marvel嗎 我以前從來沒有看過Marvel 因為我 就是 小時候不太喜歡看打鬥的那種 英雄之類的 就是比較沒有興趣 然後 但想說長大之後 大家都在推薦 因為阿貝桑也推薦 室友姐姐推薦 然後 千萬也推薦 然後我就 好 再來試試看好了 反正現在長大了嘛 就是 沒有接觸過 怎麼不知道 怎麼會知道自己喜不喜歡 然後我就 去看了 他們推薦 他們 推薦那個索爾3 就是 蠻好受 然後就 我覺得蠻好看的 我想要 追 就是 開始追Marvel 系列 請問看大家都最喜歡誰 大家最喜歡的英雄是誰啊 欸 可是 不要爆雷我 就是不要講劇情都還好 對 只要講那個英雄名就好 只要講英雄就好 因為我是奇異博士 但我 我現在還沒有看完 其他的英雄 我現在 說喜歡誰不准啊 你不准 因為我只看了索爾跟洛基 就兩個英雄 所以他不准 而且洛基其實 他基本上 不算是個英雄 他是反派 哈哈 他是小可愛 他是角色 他很可愛 他是很調皮 然後整天在整哥哥那種 然後 就是會 弄一個爛攤子給哥哥 那種 就很可愛 十二一跟二千萬別看 漫威系列不錯 我真的錄了一個新的坑欸 因為我哥也很喜歡漫威什麼的 然後我以前完全沒有看過 蝙蝠俠 蝙蝠俠是漫威的嗎 不是啊 不是啊 那是DC的 鋼鐵人 喔好像很多 我哥也喜歡鋼鐵人 鋼鐵人很多人喜歡欸 現在在居家隔離 所以我就來了 哈囉 好 吳哥 你好 月光騎士 奇異果博士 大家知道 應該是 帥的話應該是美國隊長 喔 美國隊長我昨天有看照片 我覺得蠻帥 可是我還沒看過那個電影 就是 我最喜歡的話 可能還是要看過電影 再來覺得這個 嗯 然後不是聽說那個 很多人也喜歡那個 蜘蛛人3的男主角 嗯 這個 很年輕 那個太可愛了 但我也沒有看過蜘蛛人 我在慢慢的補齊當中 對 推薦蝙蝠俠的黑暗騎士系列 欸那DC的那個 英雄有跟那個 復仇者之類的連上嗎 故事完全沒關係 就是完全不同系列 是喔 就像是亞森羅平跟福爾摩斯的概念 喔 那他們DC那邊自己也有 自己也有一個劇情 對 那DC那邊還有什麼英雄 除了蝙蝠俠 呃那個啊 閃電俠 閃電俠 你有聽過吧 有聽過 紅色的那個 呃水行俠 水行俠 那他叫水行俠嗎 中文翻譯什麼 是不是水行俠 該是 然後還有那個啊 女生那個 呃 女超人 神力女超人 神力女超人 喔那是DC的喔 酷寒戰士眼睛會掉 那你有看DC的嗎 沒有 有啊有啊 我也蠻喜歡 而且我以前超喜歡蝙蝠俠 那我後來發現他都是財力堆起來的 Rever說DC就電影拍的比較鳥 所以都被漫威追過了 欸真的 你知道DC真的 真的我沒有看 有一部真的超難看 不代表本台立場 不要緊張 等一下 等一下 講出那個危險發言 沒有這不是我說 這是Rever的留言 我只是讀留言 因為我沒有看過我不知道 好啊 你本人沒有看過 那個正義聯盟 對 沒有看過不知道 還披黑色垃圾袋 但是我覺得最好看是蝙蝠俠 我蝙蝠俠好像小時候有看過 真的很好看 是蠻帥的啦 就是黑色 它是不是黑色的車子 它開一台黑色車 對 PC3巨頭比較大卡 漫威靠電影堆起來 漫威很多欸 欸小丑 小丑你有看嗎 小丑我有看啊 DCDC因為它是 蝙蝠俠的 反 反派 反派 小丑好看啊 小丑好看欸 小丑好看欸 品牌你們現在在聊什麼 我們現在在聊漫威電影 還有DC 對 我踏入了一個新世界 欸大家都沒有回答到最喜歡誰欸 有啊剛才有說啊 柏威說美國 欸不對 柏威說鋼鐵人 然後有人說美國隊長 因為我歌是那種有新的上映 範圍新的上映 就會去電影院看的那種 然後我以前就超級不懂 想說有什麼就是打來打去的 比較沒有新的 那我昨天看了 索爾3我覺得真的要去電影院看 因為它那個特效很厲害 我跟妳說妳 那妳知道那個新的蝙蝠俠是誰演的嗎 不知道 嗯這個 他要演哈利波特斯 然後目光之城 我不知道妳知不知道他 喔目光之城 超級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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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後來沒有去電影院看 嗯 是不是超帥 他在目光之城的那個打扮 我有看過 欸真的太帥了 有印象 你還有很多沒看啊 西椎 西椎底哥裡對 妳是不是不知道西椎是什麼東西 他有演那個啊 那個哈利波特 對吧 是那個西椎嗎 西椎是什麼 是那個西椎嗎 哪個西椎 哈利波特那個 西椎是演員的名字 還是哈利波特裡面的名字 演員的名字 布布 我摘錯了 是哈利波特裡面的名字 他還有眼前 他叫做羅摩 派丁森 布布 你的印象很好笑欸 你還好啦 你不是有一個最喜歡的男演員 提摩西喔 你覺得他很帥 你覺得他很帥 我也覺得他茶茶是嗎 他在想我 對 好像很多 因為室友姐姐也很喜歡他 好像很多 看電影的 你知道他有誰喜歡他嗎 都很喜歡他 陳 石雅 他想跟我搶 真的 石雅有說過嗎 你等一下在這邊偷爆料好不好 他可能沒說過 不是因為我們兩個會討論這個的電影 然後因為他在電影裡面的那種 英譽的感覺 所以你們都是他老婆 蛤 我沒有這樣說陳思楊 你幹嘛自己亂爆料 我真的小劇場上演 但是我是他老婆沒錯 我看我看 他在哪裡人 英國人嗎 他是歐洲人 是不是法 他 他美國耶 他是美國人 他是摩羯座 No 耶 你看摩羯座出帥哥美女 有沒有 我好難過喔 他是摩羯座耶 他 他 我上次好像看到一個新聞說 他要演那個巧克力工廠最新的 電影版的男主角對不對 但還沒出 他有法國的協同 然後他是美國人 法國跟美國 好可愛喔 琴摩羯 不管喔 我現在最喜歡的是洛基 我只看一個 然後就覺得自己 洛基是我推薦的 所以他也是我老公 好 不跟你講 那洛基是什麼型座啊 好來看一下 湯姆斗森 我以前真的 因為我以前比較少看電影 謝謝 水瓶座 布朗尼 水瓶座 天馬行空 水瓶座是跟小弟同一個人 對 因為我以前真的 很少看電影 對 然後所以對於這種 演員 國外的演員 真的很不熟 可能只聽過哈利波特 然後 哈利波特女主角 之類的 你連西追不是演員 明明都不知道 你還說你懂哈利波特嗎 我覺得很 對於國外的演員 蠻不熟的 然後最近開始 漸漸的了解 開啟了新世界 湯姆也有演其他非漫威作品 之前還有跟室友姐姐一起追那個 戀愛喜劇嗎 然後我覺得有一個很常演 戀愛喜劇男主角 也蠻帥的 可是 你知道我在說誰嗎 我可能知道你在說誰 那個的 老公 有演那個 就是他演很多部 戀愛喜劇 很多部嗎 嗯 很常看到他演 等一下喔 然後 是不是Ryan 小狗演 Ryan 我覺得你可能在講他 我看 等一下等一下 我先找他太太 謝謝Luz的筆心 因為他跟那個 Gossip Girl的那個在一起 我不確定是在講他 那我以前 這個這個這個 好怕 那個 Ryan 那個 是嗎 不是 雷諾斯啊 好像不是他欸 好像是法國人還是歐洲人 然後小狗我演眼睛藍色 然後你演說你很喜歡 然後眼睛有點垂垂的這樣 你沒看到什麼 你只要想起電影名我就看 我想一下那部電影 我形容是 就是 內容是什麼 那個雜誌剩的女生 跟那個 說絕對不會跟 什麼女生在一起那一部 喔 喔 我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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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那時候看的 修格蘭 對 對 你在說BJ單身日記嗎 對對對 那一部叫BJ單身 修格蘭 超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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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小狗演 但他現在比較老一點 但他年輕的時候是帥的 很帥啊 我很常看到他演很多劇欸 欸你會不會下次或什麼 就看到大家貼那個OK蹦 然後在那個 然後把自己眼睛貼成小狗演 修格蘭的年代有點遠了 但是修格蘭是帥的嗎 我就 我就漸漸的開始認識 國外的演員 但我 我以前 就是認識了什麼演員 因為我看那個叫什麼 末日之戰嗎 然後我以前就很喜歡那個男主角 他叫 他叫什麼 欸末日之戰男主角叫什麼 是皮卡丘嗎 不是不是 末日之戰欸 那個 布萊德比特 布萊德比特 對 Sorry我也是皮卡丘 然後這個大概只認識這幾個演員 然後最近 開始了漫威之路 要認識更多的演員 布萊德比特 李奧娜多也很帥 帥啊 是那個 那個叫什麼 鐵的阿尼浩 你看電影的年代 怎麼跟我們沒代溝 欸這樣我發現我 以前真的很少看電影 然後我認識你們之後 開始懂得欣賞電影 很好看喔 以前看電影是睡著 然後現在比較懂得欣賞 年輕時 大家最喜歡的演員是誰啊 國外的 我真的看電影很容易睡著 真的 你們慢慢切晃就知道 但昨天沒睡著蠻意外的 好像不想吐槽啊 但我昨天看漫威有一度很想睡 可是我有撐下來 哈哈 我有撐下來 睡著 睡著也太好笑 我真的每次進電影院都會睡著 我們之前去看皮卡丘我也睡著 然後還有一次去看Frozen 2我也睡著 對 19年奧斯卡影帝 看恐怖電影會睡著 我不敢看恐怖電影 你知道進去電影院就是涼涼的 然後那椅子很舒服 然後默默就睡著 在比較多講話的戲碼的時候就會睡著 就不能怪我吧 吃鹹的 懂買懂買 所以我覺得我去電影院看電影很浪費錢 可是漫威的話就可以 因為漫威的話 比較有那個特效和音效很厲害 所以應該不會睡著 你哥聽到這一段應該他覺得很欣慰吧 你說我開始接觸漫威嗎 對 他已經不是那麼久了 對 他真的是超級愛鋼鐵人 現在可能快不能意思 然後我們不是跟彩杰相約好 我們那個索爾 最新的索爾上 七月 七月嗎 上片的時候要一起去看 對啊 好 那看4GS就不會睡著 搞笑片也會睡嗎 好像會 我就是看什麼都可以睡 大家也多愛睡覺 是聽過有人睡不好 真的是進電影院 挑沒人的電影補眠的 是喔 有這種方法 可是電影院真的蠻好睡的吧 對啊 對啊 謝謝柏雲的草莓 原來是小老頭倒泥的粉 欸那那個什麼黑豹啊 那些都是漫威的 漫威 是喔他這麼多 那之前那個沙丘也是漫威的 他就是自己的東西吧 喔是 應該是無關的 你應該要說的是永恆族吧 喔 永恆族 對 永恆族好像是滿威 但是他好像跟其他人稍微 沒有關係 比較目前還沒有那麼大的 好像是因為我沒有去看哪一部 欸還有無敵浩克啊 你看我忘記有浩克 喔浩克 然後黑寡婦 黑寡婦 還有誰 所以復仇者聯盟就是他們所有英雄混搭在一起的故事 嗯 所以漫威的英雄都是好的 那反派有誰啊 除了洛基 有很多 但你現在講算應該是 很多啊 真的 每個 你光是自己獨立出來一部電影 你一定那裡面要有反派吧 嗯 所以就很多啊 所以那都是也都是我聽過的角色 洛基在這之前你也沒聽過吧 有啊有聽過 真的嗎 每集都有反派 對啊每集都有反派 欸那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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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朝偉演上戲也是算漫威的嗎 是啊 所以上戲算是其中的之一的英雄 是 是喔 所以他是比較華人界的英雄 的英雄 然後就是好像 因為漫畫先出 所以漫畫可能會比較有點 嗯 西方世界對華人的一些印象之類 但是可能電影在改編上有稍微做一些編排 好像這樣 上戲我很好看欸 但我覺得上戲很 比較不是那種那種 那種漫威達奏的那種 嗯 看起來比較不小 還是比較華 對對對 中文元素 華人元素 上戲是漫威 是啊 欸你記得中間有一段奇異博士跟那個旁邊那個王 我不記得 好 你不是最喜歡 你最喜歡的是奇異博士 對 然後我還喜歡上戲 所以我喜歡梁朝偉 我不是喜歡上戲 梁朝偉 那梁朝偉就是反派啊 算吧 那我全部都喜歡反派啊 因為我也喜歡弱劇 欸我其實那種你喜歡奇異博士的點欸 因為你喜歡書生 然後其實我就是英雄裡面比較沒有那種 嗚嗚嗚打起來的那種 他是比較就是魔法書生的那種 所以你喜歡我好像很懂 謝謝 因為他其他英雄都是這種打來打去的那種 喔喔喔喔喔喔的那種 喔喔喔喔的那種 喔喔喔的那種 喔喔喔喔的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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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喔喔喔的那種 喔喔喔喔喔的那種 我打你我打你我打你我又不喜歡 不喜歡直男發言 你這樣會出事欸 我不會出事啊 這不代表本台言論喔 不是我說的喔 是切換說的 不是秉函 我只是不喜歡打來打去而已啊 不是秉函說的 可是我也蠻喜歡美國隊長 但是美國隊長我覺得他第一集有點廢 這可以講嗎 你比較喜歡就是書生嘛 對 乾乾淨淨然後 但是後來我發現如果要有肌肉的話 也要有點書生的肌肉 有聽得懂這段發言嗎 你要說很多欸 你要書生又要有肌肉 就不能也太瘦了 太瘦也不行了 就一點點書生肌肉 欸你有聽得懂這個名詞嗎 書生肌肉 就有點線條 其實美國隊長 我一開始以為他是書生 有點書生臉 對吧 他是書生臉 然後好像線條很漂亮 結果他一脫衣服發現 喔這個肌肉已經不是書生肌肉了 為什麼你的笑容好像 收不起來欸 你不要邊講邊笑好不好 我看到你那個邪惡的笑容 這位阿姨 沒有啊 這位阿姨 你才阿姨欸 這位阿姨請你把你的笑容收起來 那蜘蛛人就剛好 但蜘蛛人有點太幼了 你說最新一集的蜘蛛人 欸可是我跟你講我也很喜歡第二集的蜘蛛人 真的 他們有不同的魅力 欸你知道那個嗎 艾瑪斯東 艾瑪斯東 對 第二集的蜘蛛人是跟艾瑪斯東在一起 真的喔 超好看的 而且應該是因為拍蜘蛛人然後在一起 但後來 這是可以講 這個我們看新聞 看新聞寫說 因為那個蜘蛛人 演二的那個男主角 他來台灣拍另外一部戲 然後在台灣好像有不好的蜘蛛人 跟台灣女生 然後艾瑪斯東就跟他分手 所以大家都說什麼 那我的台灣女生啊 是我嗎 其實是我啦 其實有這麼一段 其實是我啦 是我 我跟第二代的蜘蛛人有過那麼一段 你確定你不要亂講話欸大家 眼上 眼睛夜障中 其實是我啦 對不起艾瑪斯東 我贏了 欸那你知道你會變什麼嗎 為什麼 你贏Emma Stone 嗯 你會Emma Paper 為什麼 Paper is a stone 好喔 大家有沒有給掌聲給我 沒有大家給眼睛夜障中 蛤 怎麼這樣我覺得很好笑欸 對啊 三代的那個蜘蛛人都有交往 是不是蜘蛛人這個劇本太好了 就讓他很入戲 昨天不是在跟你說第三代 整舊女主角 對第三代跟那個女生 女朋友也是每天放山 他們也是因為拍那一部 對對對 他們還在一起喔 第三代的好像還在一起 真的喔 之前不是傳洛基跟 跟 Tell us with 沒有傳就真的啊 好就真的啊 但我剛才查Wiki 他們只在一起三個月 不好意思啦 之後洛基就 後來就跟我在一起了 那可以認識一下嗎 哈哈哈哈 好像也可以 也可以 認識一下 好好的 行 小智智 小蜘蛛魔咒 好賞心悅目的畫面喔 你說Taylor Swift跟那個 對啊 我那時候很生氣耶 你很生氣 你覺得憑什麼是不是 不是我 你覺得為什麼不是跟你 不是因為 你的嘴角不要再上揚了 不是 你的笑容 不是 洛基幾乎就是 沒有被拍過還怎樣的耶 真的喔 然後一拍就是這麼大咖 我整個超傻眼 而且聽說洛基很認真 有帶Taylor去認識他父母 然後我們就超生氣 我們在群組裡就說 為什麼他可以見他父母 然後什麼什麼什麼 我還因此跟我前男友吵架 我就說 欸 憑什麼 你還看這新聞 為什麼 為什麼他可以帶他 就是見他父母 然後我前男友就說 你為什麼要管人家 然後我就說 什麼意思 你覺得我多管前世是不是 男友 你前男友很可憐 而且他就開始跟我 那個長篇大論耶 他說什麼 他有沒有說 對不起我不是洛基 不是 他就說什麼 我見父母的就是 見父母就很 又怎麼樣嗎 然後我就說 這就是一個關係的大進展啊 然後我們就進行這樣的辯論 然後我只是在氣 就是洛基不是帶我 很氣 什麼好了啦 誰說好了啦 二屆啦 好喔 好喔什麼 我現在很生氣耶 大家 大家不懂 切換型 切換其實是獨角手吧 什麼是獨角手 嗯 不知道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你為什麼把張蓮拉起來很暗耶 切換有見過前男友的父母嗎 沒有啊 爛 前男友在看直播 不可能啊 他結婚了 切換真愛初 你是二屆耶 你是二屆耶 我是二屆嗎 你是洛基粉裡的二屆 哈哈哈哈 那品寒粉裡面的二屆是誰 嗯 可能柏維吧 他會帶梳枝 這個梳枝有什麼關係啊 亂說 亂說 你只是想不到而已 拿柏維出來擋 欸 不是 我跟你講是誰 謝謝卡米的同一生是誰 是誰 是命 為什麼 他到處要電話 嗯 妹子我覺得你頭髮蠻可愛的唷 好 二屆耶 我不會講一整年耶 2022才剛開始 那來放一下前輩的新單 摩托卡咧 你放 你會不會越聽越氣 謝謝賀穎這次的愛的腰火 不會啊我已經不氣了 這有什麼好氣 跟我氣才是我女男朋友 嗯 我剛剛聽到什麼 是我的 哈哈 他全世界有很多耶 我沒有想到你會喜歡就是歐美人耶 因為我以前真的很少看電影 所以你是 你連哪些歐美人都不知道對不對 對我連哪些演員都不認識 但我覺得就是演員的那個 怎麼說 劇情有加分嗎 喔對啦 就是在劇情中很可愛 認識他們 劇本裡的他們 劇本裡的他們 就是 劇本很好 然後他們演得很好 嗯 就會那個劇情的加成 就會 蠻喜歡你這個演員這樣 露卡還開玩笑 甜甜春末有女粉 男粉不要嚇倒 到底要被編多久 小劇撿惡 謝謝賀穎的眼睛夜上重 但我也沒有想要 以前也有追過one direction啊 對齁 國中的時候 那男生那時候都追什麼 我想知道男生 你說男生國中的時候都追什麼 對啊 AKV吧 是嗎 我不知道 少女時代 少女時代 那有沒有追歐美的女生 或單人也可以 歐美比較沒有團 通常比較個人 有男團 有男團啊 西城男孩啊 你們國中都追什麼 強娜森兄弟 追品函 國中就追品函 喔 所以現在應該是國中生 師傅小米你好 好 如果我國中應該比較想追你 蛤 昆昆說小甜甜 是那個歐美小甜甜嗎 哪邊的小甜甜你要講清楚 少女時代我關注過 我國中在看韓團 高中才看AKV 真的喔 安世奈美會 西城男孩 羅南 羅南 羅南是誰 國中沒在追星都在當屁孩 凱蒂泰瑞 國中追AKVJ N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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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翻唱歌手 都是韓團 2011月正式入看本家 國中看韓團大學 大學才追TP 應該比較多人 國中是J有次人 當然KV有追欧零一零開始 我覺得我們小時候 追歐美吧 或是日本 然後 因為現在韓團 很 現在國中生感覺追韓團 比較熱烈對不對 好像是耶 其實不只這邊 就是日本 也是啊 日本現在寒流超級盛行 我都蠻喜歡的 不同的 不同的文化 對 只要有好東西 都蠻喜歡 沒有 特別什麼流到 會不會你現在一次 你就迷上什麼土耳其 當地超級厲害的歌手之類的 對啊 以前完全沒追星 喔 我國小的時候有 聽那個 艾維爾的歌 日本流行K-pop 以前都在追學妹 齁 柏維是不是你 就是你 在追學妹 那你有跟學妹在一起嗎 柏維 開始聊大家的愛情故事 我蠻想知道的 欸我之前都有跟大家分享我國中的故事 大家 我也想聽你們的故事 結果柏維有追到學妹嗎 蛤 我都學幾 你們好可愛喔 哈哈 好青春喔 羨慕有學妹追 欸我被 人帥真好 本錢人美帥到欸 羅南是什麼 不愛總 的成員 欸你看一下人美太帥了 有啊這個我看過了 好帥啊 我會是男校嗎 我認識了水妹 警線校對準 平衡水妹你要跟我們在一起嗎 第一個是被準 當然要先挑戰學姐吧 不行才騙水妹 是嗎 可是我覺得水姐比較難追吧 因為通常女生會選 比較喜歡 會比較喜歡 比自己年紀大的男生嗎 會不會不一定欸 但是因為男生比較 想法比較沒有 就是女生比較早熟一點 對 我自己的話是 比較喜歡大一點的 還是不一定太人 嗯 太人 就是姐控妹控 嗯 這道學姐也太順利了吧 這吧 好棒喔 這道學姐很厲害耶 結果你們有成功嗎 結果你們有成功嗎 學姐難追 學妹簡單多了 真的嗎 我第一個告白的女生結婚了 她還有邀請我去她的婚禮 怎麼那麼可愛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追到學姐哪裡勝利 追到學姐很厲害吧 欸看動漫 不是都會有那種什麼 球隊 你怎麼打個 球隊追那種什麼 那叫什麼球精嗎 球隊精靈 對球隊精靈 可是感覺台灣學校比較沒有 對不對 比較沒有球精 這個東西 有嗎 我以前學校沒有 很青春耶 可惜我的回憶都不太好 沒事啦 都是過去了 棒球隊比較多球精 高中有 青春都有超過一個男朋友 大學有 球精都是學長的啊 跟國中老師在一起過 後來差異太大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你是不是現在覺得很有興趣 對 我很 命的故事好好聽喔 你可以說 說一下你的故事嗎 還是覺得太難過 不想再提起 哇 可是老師很猛耶 那表示那個老師應該也蠻年輕的吧 就是那種年輕老師 很猛耶 羨慕命 好想聽這個故事喔 命有想講嗎 還是太不好的回憶 不講也沒關係 羨慕命 太厲害了 命格 他說命格貴了 這蠻厲害的耶 這蠻厲害的耶 瘦小弟一般 那我真的相信他會去右電話 很厲害耶 那老師應該很年輕吧 這個有點長 不愧是你 那我以前國中也有女老師很年輕 就是 大我們沒幾歲那種 點播一首FIRST LOVE 該放一下FIRST LOVE 不是我失神 喔他說不是他啊 不是我失神 那是誰是誰 我現在是一個 很想聽故事的那個 還以為失神 原來是這樣 但還是羨慕你 武專有老師 跟未成年學生發聲 我自己消音 小敏自己消音 這些故事 很精彩耶 會上次會版面的那種 會耶 大家都誤會失神耶 大家都誤會失神耶 幫我拿衛生紙 謝謝 喔衛生紙 他前女友是當國中老師 但是我覺得那個老師好像很能懂 因為你在學生時期 然後就是老師最有博學多文 然後學生就會愛上老師 是嗎 真的很有機會啊 有夠八卦 對阿這怎麼變成個八卦台 我的意思是有一任女友職業是國中老師 喔喔喔 他說他有一任的女友是國中老師 不是他跟老師 喔喔 他跟老師也是對他 因為他女友是老師 對 懂懂懂 好像蠻可愛的 還是很想知道 我剛剛才發現有口誤 品牌我等一下還要上課 掰掰 好高 不是他的 幾歲時的女友 命今天的中文怎麼 好好聽喔 我很愛聽別人的戀愛故事耶 對阿很精采 對阿 好可愛喔 謝謝哭江的一封信 有童TT大義跟小朋友 羨慕命有多任前女友 你是不是瞬間感到希望 謝謝櫻桃媽的真情告白 品安頭上有八卦的天線 欸被你看到了嗎 八卦的天線 你是想聽狗血一點的嗎 沒有 真的很好奇那種 在漫畫裡 或是劇情裡出現的事 是不是真的會發生在 現實生活中 這是一些比較誇張的那一種 原來很多人 怪不得敢跟妳知道嗎 謝謝阿元的小獅子 那你跟你前男友是怎麼認識的 還沒聊我嗎 對 怎麼聊我 好奇阿 其他人還沒聊完阿 現實比較誇張 可惜沒要到那個髮型很漂亮的女生間 還沒發生過任何漫畫的劇情 但愛心手中便當倒是有 手中便當很厲害阿 這蠻漫畫的吧 這蠻浪漫的 現實比漫畫更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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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愛情故事是很漫畫嗎 還是沒有 哪一天下雪 這樣漫畫嗎 那蠻浪漫的 真的是漫畫阿 你在日本的時候 就下大學 然後店裡沒有人 我那時候在眼鏡行 然後就有一個 穿著黑襯衫黑外套的人走進來 長得很像日本人 然後我就過去跟他搭話 然後他就說 他就用英文說不好意思 我不會日文 然後我就用英文跟他講 介紹眼鏡 對 然後講一講我就發現 他應該 就是 會講中文 對 可能是 中文人士 會中文的 對 然後 要講那麼詳細嗎 為什麼我現在在跟你聊 聊天 很好聽阿 確定不是切換的小劇場嗎 不是 然後反正我就幫他量眼鏡 然後因為我很喜歡戴眼鏡的人 書聲書聲 對我就幫他推薦了一款 我覺得很好看的 你是不是私心想跟他戴 有一點私心想看他來 然後就幫他量眼睛 然後幫他挑眼鏡 然後30分鐘後 叫他回來拿 然後拿完之後就 反正就沒有怎麼樣 我們就拜拜了 嗯 對 這是一個客人 這是一個客人 但我們聊了蠻多 就說他來這邊什麼大學研修啊 交換大學什麼的 但很短 就 什麼 兩個禮拜 對 然後就 拜拜 就後來他回到台灣 他就加我 臉書的好友 那他怎麼找到你的Facebook 因為我這邊有寫個黃 就是 你的名牌 然後他去搜尋自己 其實我也有搜尋他 因為 會有留下的客人 喔 是你啦 自己在演 我沒有演 我要看到你的嘴角上揚 我沒有在上揚 不要逼我給大家看你嘴角上揚 我沒有在上揚 但本來是這樣 但是我有Google過他 我確認他是真的 他講的東西都是真的 所以他就說他是哪裡畢業的 然後現在是什麼戲這樣子 對然後就有跟我朋友說 欸那剛才那個男生很可愛什麼什麼什麼 結果他後來就夾我這樣 就這樣 他們就聊起來 聊起來然後後來他 就又飛回來找我這樣 然後就 蠻浪漫的 蠻浪漫的齁 是個眼鏡客人 眼鏡的客人 而且他是書生啊 而且他是研究生 那時候我就覺得 哇 超中我的那個欸 看他現在結婚了 Sorry 而且他跟日本人結婚 欸有人說他起雞皮疙瘩 志宏 看來不是故事 太浪漫吧 起雞皮疙瘩 就像我跟你們的相遇一樣 也很浪漫吧 你們是在哪裡跟我 欸你幹嘛用一個 瞧不起的眼神 我們的相遇很浪漫欸 你們是在哪裡跟我相遇的啊 那大家就要說什麼 在一個下雪天 然後我打開了品牌的直播 突然發現這個女生也太可愛了吧 太可愛了吧 欸我啊 Nav 大概是你心裡 夢裡 不會說夢裡耶 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 哈哈 之前摩有關播跳到品寒台 是啊 相約都是命中注定 看粒子IG看到順便追蹤 哇 粒子推根 謝謝冰秋水的落鬧心 迷路走到一座真心正向然後就 空空也是蠻會編故事的 大概是吉他偶像的見面之類 在一個下雨天我打開了木耀寺超玩的直播 所以洛克是木耀的直播份室 是那個台歌那一集 對對對 木耀直播 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可能是喝多了 看女生木耀民宿 博威也是木耀認識 木耀好強喔 蛤 我那時候還很青澀的樣子耶對不對 一單的時候 一二單的時候 木耀民宿認識 第一次看到你直播錯了 把你認成Mina 說被划舌吸引到你會生氣嗎 不會啊 欸剛才好像誰跟我說 嗯 剛好點到你的wikipedia 嗯 上面有寫說講話有點大折頭 不知道是誰編的 剛剛那個人結束給我說 這是你 他問我是不是我寫的 我說我沒有那麼閒會去寫邱平函的wikipedia 應該是他嗎 不會 關注平函一點了 因為某次演出被你顛到才愛上你 謝謝 是不是很多人來看演出之後都會 就是跟看直播不太一樣的感覺啊 就是那個喜歡的感覺不太一樣 因為演出的時候跟直播的時候 氛圍不太一樣嗎 我不知道欸 是不是啊 然後收到一些那個就是公演完 還有收到一些訊息 說我公演的時候比較有女友感 是嗎 是嗎 演出讚讚 現場只看過小巨蛋 面鏡現場你是另一種暴擊可愛 第一次看平衡表演真的就超暈 有人就是表演很有魅力 但不太會講話 我就是不太會講話的人 我以為我都不會講話嗎 還是就是比較害羞而已 不會啊 但平常跟我聊天還是可以聊點什麼 對吧 現場平衡確實無懈可見 我知道 我自己比較喜歡我表演時候的樣子 看演出嘉義 然後就不知不覺在這了 謝謝哭講 誠實我看到平衡直播才推切齁 謝謝平衡我會買你的合照會 嗯 有這種事 在日本看到紅白戰的平衡後 就跟著你到台灣來了 哇 其實蠻浪漫的 大家的故事蠻浪漫的 對啊你們都在不同的地方跟我相遇 好像我有點喜歡 本來看其他人一回神目光就在平衡上 謝謝 他好會講話 沒看過表演就喜歡少 如果看完表演會不會更愛你 那你之後一定要來看表演 不由自主目光放平衡 有看這次的署名合照了嗎 有 謝謝大家這次公演前也有一起合照 我覺得這個企劃真的很棒 就是讓我更更清楚看到每個人 然後也有種團結的感覺 要持續下去這個傳統喔 真心正的傳統 是不是聽到品涵扣很爽 很開心啊 你要叫老實講 你的嘴角 嘴角不是覺得上揚 謝謝大家的應援 我都收到 收到 我沒注意了 收到 這好笑 你蠻好笑的 扣打 剛好拍完才到 謝謝你讓大家更緊密 我覺得很棒耶 帶大家一起合照 可以有個紀念 然後 知道自己 什麼時候來看過演出啊 之前並沒有注意品涵 記得有一次影片飯店 直擊品涵朵棉被一直沒出鏡頭 就好奇搜查品涵才認識的 我知道你在說三單的那個影片是不是 幕後花絮 中間 要吃牌 連續六小 六個小隻一起舉燈 超有感 之前是關注 是有次品 很需要我家 真心正才被圈 一定要的啊 不要收到落著 收到 收到 真的謝謝大家 很開心 每次公演完都能 補滿那個力量 能量的感覺 我忘記我是看什麼才入品行坑的 我今天忘了點王國際 忘記開了 品行是我第一個看到從王道偶像 轉型成功的例子 真的嗎 我現在不王道了嗎 我現在轉型了是不是 那轉成什麼 轉成搞笑型是嗎 我現在不王道了嗎 力量 如果 你現在再拍一次 還是會躲棉被嗎 現在的話應該不會了 什麼意思 這是素顏的部分 以前不是死不給大家看素顏 你記不記得我們那次吵架 我記得啊 我們那次卡得上來不提往事了 你要不要自己講 沒事啦 都過去了 要不要講 不講 不講 你不講我講 不要 我要跟大家玩王國際 那你玩啊我邊講 想聽想聽 我來跟大家say hi 大家 午安 你們快去上面跟盟主午安 拜託切換我 其實也沒什麼 其實也沒什麼 好吧你講你講 就也還好啊 因為我們那個企劃就是真的是 完全完全沒say 突襲 完全突襲 然後秋平安就很生氣 我怎麼沒有提前就是暗示 我就說 這個不行 就是工作就是工作 我們不能有私交 就是 這就是工作 這個企劃本來就是突襲的 為什麼要跟你說 而且我本來就是要拍你 最原始 最素顏的反應 不是啊可是如果我們在房間沒有穿衣服 我會放那一段 或是我衣服那個 就是比較私面的衣服露出來怎麼辦 我們就不會使用那一段 沒有那種 可是還會被工作人看到啊 就是不太好吧 工作人員也不能看到自己的東西 是沒有錯 但是追求 就是你知道我們的出發點不一樣 就是我懂就是你們想要完全好看 沒有我覺得你們那一支太玩鬧的感覺 不像是真的突襲 沒有玩鬧 有你們就是一個取笑的感覺 我們沒有取笑 是真的想要有突襲感 而且這樣會比較自然一點 我沒有辦法接受 但是那時候我覺得你現在完全可以 然後反正我們吵到隔天 對 然後呢 然後都不跟他講話 然後我也不想跟你講話 你以為我想跟你講話啊 然後 然後 我好像都不跟他講話是嗎 你就 你就一直很安靜 然後 沒有你都會理別人 你只有不理我 但是那個氣話也不是我主揪的啊其實 嗯 那我就覺得超級莫名其妙 然後經紀人就說 你們幹嘛情侶吵架 然後我們就說 經紀姐姐超好笑 對 然後他還說 唉我品涵沒事啦 然後 洪姐你就浪一下 我就說 這就不是我氣話 我只是幫忙 我甚至只是幫忙開門的人 很好笑 然後 然後他們就說 你們兩個幹嘛吵架啊 吼 你人魔傑作生氣 我就說 沒有 超莫名其妙 我記得 我忘記後來很多人也有跟我們說 你們哥要吵架 對 欸超多人出來說 還有那個 老師也這樣說 總監總監 總監 他還說你們幹嘛 不要吵架 不要吵架啊 你們兩個幹嘛吵架 我幹嘛很無聊欸 你們小女生喔 不要吵架 好好笑喔 到底 謝謝博程的筆心 那好久以前囉 好好笑喔 但我後來吃完早餐就沒吵啦 就正常 但是吃早餐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兩個 吃早餐的時候我還超氣 我完全不理 而且你知道經紀人 就是還走過來說 欸他還在氣喔 怎麼辦啊 怎麼辦 你趕快去就是安伯說 我不要 他自己會想通 吃早餐那時候還在吵 然後吃完就還好 其實蠻好笑的欸 其實人生血氣壞 真的欸 藥草去練武士草 很好笑的回憶 那時候就還很 小孩子啊 神氣化請繼續拜託 我的城堡現在十四級了欸 厲害吧 好棒 你好敷衍 但我最愛這影片 什麼時候還會有圖形 希望不要啦 但其實我覺得你現在素顏挺好的啊 真的嗎 嗯 我覺得你那時候太沒有自信了 嗯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要尿什麼什麼 但其實沒有啊 就是 是 その媽媽 阿里の媽媽 其實很好啊 不是阿里的媽媽喔 阿里の媽媽 該圖學 蛤 那我隨時都要做好準備 你看你又在緊張了 小屁怎麼都出來了 我摩羯座 摩羯座又在緊張 到最後生氣經紀人要出來了 下次素顏 不會我現在不會生氣了 我現在社會化了 對 你那時候就是比較小孩子 平衡現在思考模式 真的比以前成熟很多 我正在造詩試 平衡長大了 平衡怎麼樣的好看 欸 可是我覺得我現在素顏 有比以前素顏好看 真的長不一樣對不對 我覺得20歲之後 還有我矯正完 矯正牙齒 然後臉型有點變 然後 因為最近也比較愛喝水 然後皮膚也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 素顏早上真的 跟以前素顏長不一樣 差蠻多的 嗯 真的有差 就是那個臉變 變 沒有那個嬰兒肥了 其實成人素顏只有比較小朋友而已 還像 對我覺得我素顏更像小孩子 那平衡生氣的那段 有拍成花絮嗎 好像沒有 沒有 不敢拍嗎 我也不知道我那時候在氣 但是我覺得你對其他人都還好 就不知道為什麼很氣我欸 我覺得真的很 不是 因為我覺得那時候是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然後 但是你卻沒有跟我說有這一段 然後我就很生氣 而且你還跟著其他人一起這樣玩鬧 然後很 我不是玩鬧 很不尊重啊 不是 我的隱私 這樣 我不是玩鬧 我要先說我不是玩鬧 我真的有這種被欺騙的感知 我們在不同的角度在想事情 我覺得我們要改善就是說 要想到更有成員隱私啊 或者是畫面好不好看這樣的層面 但我們那時候是單純一個覺得 這種東西就是好像也是蠻 就是完全是節目製作的面 但是沒有想那麼的周全 好不好 但是你也不能那麼任性 是啊 好那和好 和好 沒事 現在還是室友 還是室友 就是要圖形 你看大家也很不留情面 還是要有綜藝感 好可愛 欸節目我今天直播時間也差不多了 算這麼快 那晚上再來玩 王國祭文 晚上再來團 歷史瞬間感動 世紀大和解 世紀大和解 都多久了 多年的恩怨化解 我們之前還有吵過另一個啊 你記得嗎 也是公司的企劃 那一個 欸是我們吵嗎 哪一個 那個考試那個 喔是啊 那個有吵嗎還是沒有吵 你自己再不爽了要 對對對 要不要直接講 沒有沒有沒有 反正你自己講的 沒事我要下播了 我要下播了 我先來念個發音 你自己把這個頭提起來了 我剛剛也根本沒有提這個頭 沒有那我們收回 好那我們先講 沒有我要下播了 你先講一講 乾脆講一講 因為你大家懸念在那邊 不要懸念在那邊不好 好啦說一說啦 沒有我等一下要去買東西 我要先下播 那你先講 先講一講快點快點 講一講吧 那時候考試企劃 我考很低分 我有點不開心 就這樣 嗯 那時候覺得說 喔就是想要 應該你那時候比較 心理狀態沒那麼好 心理素質 對 就會覺得說有點那個 公開 處形的感覺 但是其實也不是 其實我個人是比較想要做的是那種有趣的題目 這是一個遊戲 我其實不想要做考試的題目 嗯 我想要做的是那種有點 譬如說 九大行星第四顆星是什麼 我比較喜歡做這種有趣的問題 但是反而後來討論 他就說我那表情很明顯 好表演喔 反正討論討論就變成是比較考試的 所以那個不代表什麼 那就是你 我們脫離學生比較久 就本來就會比較沒那麼熟悉 但因為我那時候剛好又有其他事情卡著 然後那時候心情 就有點悶悶的 對對對 心理狀態 然後我就後來跟你說 我覺得 上節目不能因為自己的心情 就是 受到這麼大的影響 然後我就有點小場 然後他就 你就說 你覺得我有點任性 我覺得你有點不懂我 然後就有點小場 好啦好啦 沒事 沒事啦 長大了 這樣大了 公開出行這事 我們以前演唱戰 沒事 好 差不多再和解一次 但是後來你就變超成熟了 什麼都玩 什麼都玩 直接玩開了 你現在是只怕企劃不給你玩而已 我現在直接玩開 直接玩開 可能經紀人說 秋比亞可以先不要那麼開嗎 不要先回來 可以回到以前這樣嗎 開回來 沒事都睡過去 人都有黑歷史 那也不算黑歷史啊 就是比較幼稚的時候嗎 想法 對啊 但我也能懂啊 就是會在意什麼 但是我個人覺得就是工作 但我覺得你工作是很專業 只是剛好這個有點打擊到你自己的自尊跟信心 然後又自尊心很高 對 因為我覺得你就是什麼事情都想要事前準備 然後你就 你看這兩個其實有個共通點 都是你不知道的事情 然後你無法掌握的事情 還有你就是突襲式的東西 你就是比較苦手 所以如果你就事前準備 比如說我跟你說 我們下個月要拍一個跳舞 你就會從現在開始每天一直練 練到那天完整好像是100分的狀態 但你沒辦法掌握的時候 你就會很不安 我不喜歡在大家面前丟臉 我就是想要在大家面前呈現好的東西 我懂我懂 所以沒有準備的東西 而且我們是完全沒有說是考什麼 對 就好像給大家看到我很爛 然後我不好的那樣子 然後就會不喜歡 但其實那個也是原本的你的氣動 而且大家也會覺得蠻可愛的 我現在也玩開了 你現在玩開啊 好是0分就0分啊 對啊0分 我你就不然 我就hello玩好不好 跟李夢神啊 hello玩 我們小魔球 但是我覺得這也是成長 欸大家都陪伴你成長欸 真的欸 我以前很好笑喔 對吧 好不一樣喔 就是很 對啊 還很多人以為你身體不舒服 但其實也是有點不舒服啦 就是會覺得很壓力很大吧 其實我覺得你們所有人心理素質都很高 很強大 因為要是我的話 我可能也是會有點翻桌欸 會不會啊 就是我懂我能了解啦 只是角度不一樣 我覺得那時候是剛好在一個轉換期嘛 就是18、9歲 然後那邊要切換 就是青春期的那種 心理會想很多的階段 而且你就那時候你還跟我說 你覺得我在嘲笑大家 但我覺得以我的出發點 我不是想要嘲笑大家 因為我也不是專業的主持人 但就是我想要讓大家比較有 就是被cue到的感覺 但我不是想要嘲笑的意思 但你就這樣講我 我一直覺得 好啦 和解啦 和解啦 我也很在意啊 但是我覺得那時候真的是在一個 就是想很多的那個 的時期嘛 的年紀 對 但現在完全 來 邱品涵 排名第 三十 九名 耶 連沒有來考試 一陣都比你高明 耶 耶 一陣在海外的成績都比 九名還要高分 耶 都想太多了 對啊 那時候真的想很多 現在也沒有想不多 只是想的東西會更 用比較多的角度切入嗎 不會這麼單一 對啊 我覺得我們就是不同的角度 反正我們公跟私也是分很開啊 都是成長 都是成長 對啊 好 今天的結尾很棒 都是成長 都是成長的一部分 對 畢經過程 而且我覺得你也不是想要 跟我要什麼答案 你只是不喜歡 輸的感覺 不喜歡出糗 對 不喜歡出糗 不喜歡輸的感覺 然後也不想要 事前都沒有人 講這個企劃的什麼東西 比如說我今天跟你說 欸明天要有一個 你要去拍 復仇者聯盟 你就會覺得 明天 我根本還沒有準備好什麼什麼 你今天下午就要去拍 你就沒辦法接受這種事情 但如果跟你說 一年後拍 你可能就會準備一整年 的那種感覺 不錯 摩羯座不錯 謝謝阿遠的掌聲 那我來唸個排名囉 好好笑喔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傳承的話 請給我個掌聲鼓勵 對啊 那時候才是小孩子吧 那時候我還是 但是今天 那些貼紙可以撕下來啦 誰貼你 給我撕下來 謝謝趙恩到掌聲鼓勵 大家喜歡我的成長耶 謝謝大家的掌聲鼓勵 真的喔大家很喜歡 大家見證了我的那個 成長過程 對 畢竟你是比較努力型的那一種 欸這本書很適合你耶 這本 什麼書 刻意練習 什麼事情就是用 就沒有什麼所謂天才 都是練習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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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練習的東西要有質量 嗯 因為我一直都是這樣覺得啊 對啊 都是努力出來的 任何事情 唉唷 今日明年再說一次 都是努力出來的任何事情 你拿這個 都是努力出來的任何事情 我覺得是這樣啊 而且我覺得你練習的質量也很高 嗯 就也不是只是花時間就可以了 那你的質量都蠻高的 好 今天謝謝大家 好很好 來平衡的這個成長跟 解開多年前的謎題 耶 耶 然後 我要念排名 對 謝謝大家今天看我直播 大家如果有推薦的漫威電影 可以跟我分享 所以應該要先看哪一部 好嗎 那我先 唷 念個排名 第十名 柏維 第九 一城 第八 中營 第七 趙恩 第六 烏魚 第五 博城 第四 十至命歸 第三 上林 第二 金佑 第一 志宏 恭喜志宏 金佑 上林 可以指定啦 謝謝秘衡 謝謝秘衡 不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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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重新按下切晃了 什麼意思 我圈粉嗎 耶 沒有啦今天努力行 今天MVP是努力行 摩羯座 耶 你知道今天其實MVP是誰嗎 經紀人姐姐 對 而且他那時候還說 我懂啦 因為我也摩羯座 好能懂品涵的這個 我們以後就是要深思熟慮之後才能就是 然後我就說 不是啊 我們個性就是要想到什麼 就是去趕快執行這樣 他說不是不是 你不懂那個摩羯座 有很多內心的轉折什麼 他還來勸我 那指著摩羯座 就是內心小就長其實還蠻多的 其實我也跟他有超過家 然後他就說 你要了解摩羯座 我就說對不起 摩羯座有時候內心真的 出場還是蠻多 震驚的時候很震驚 但是有時候觸到那個點的時候 那個內心複雜的跟什麼樣 沒錯沒錯 買品函股大概是 成長上漲最多吧 轉爛轉爛 真的耶 你是特斯拉喔 欸TP特斯拉 謝謝喔 你是怎麼誇獎啊 喜不喜歡特斯拉嗎 喜歡 每次聽到摩羯座的 可是就很害怕 摩羯座都內心細很多 都在內心 那大家三位可以開始指定囉 耶 你覺得等一下到底要不要 出門買東西啊 像可以買的 但好懶得走出去 那你可以問大家 就是覺得品寒 等一下要出門買東西的 請給掌聲鼓勵 可是我不滿 就會不夠用 在家裡 不要出門的 就給眼睛夜張中 我看一下 欸你看掌聲鼓勵 突如講叫你出門 好 出門 那你要不要陪我 不要 我在上班 你上班你都睡 有時候睡午覺什麼 不要亂講 我主管是不是在看直播 你不要亂講話 欸 我主管如果上班看直播 那表示他也不認真耶 不可能 欸大家都叫我出門耶 好啊 好吧 還是我跟李嘉莉一起 好啊 要嗎 他會不會不想出門 指定可以來個完整版陳志豪嗎 現在嗎 還是你要看一下 不然你記得嗎 我記得啊 陳志豪 三年三班小公薯條 超級好吃 你嘴巴真的好大耶 你嘴巴真的很大耶 是不是你講的啦 到底 好用 他都知道了 是不是你 是這樣吧 你嘴巴真的很大耶 跟哪一間麥當勞 那個中山北路上面的是不是 中山北路麥當勞又大 有像吧 謝謝王寶的早生鼓勵 這包都很大啊 超級好吃 大家不要剪這段喔 這就是成長 笑死 這算圖形嗎 一講卡卡秒醒 我不小心吵醒卡卡睡覺了啦 卡卡哈囉 平孩乾媽每天都愛你喔 卡卡 超級莫名其妙 好不講 謝謝金佑的指定 謝謝查理不王的看好你喔 你交代了肯定會 我就不要 不要剪 那不要tag我 我不要看到都沒事 看什麼 剛剛那一段喔 他們說他剪起來像精華 我說那不要tag我 他可以tag我 開玩笑 好 各位今天神推切換手推哈庫 哈庫 哈庫最近都熱到不想出門 他最近很懶 卡卡我放在大斗地上 卡卡看一下卡卡 好可愛喔 卡卡好可愛喔 他的小小聲 好可愛喔卡卡 卡卡太可愛了吧 好可愛喔 再聊遇到 謝謝小明 還有誰要指定嗎 指定起來 小明的大斗天還看得到他的大拇指 好可愛喔 指紅 先謝謝精華佳 指紅跟 誰 上林的吧 剛才 有什麼指定嗎 不然差不多要下播了喲 剛打去打精英關卡 欸這漢堡怎麼辦?可以留到晚上吃嗎? 會不會硬掉 會嗎?可是我現在有點... 吃不洗啊 謝謝林信鴻追蹤主播 信鴻有要指定嗎?上林 卡卡跟平函say hi hello卡卡 嗨小貝貝 我下次要日榜第一 你的平板要沒電 上林hello你有想要指定嗎? 還是來個短版的九天選女好了 上次有演過嗎? 九天選女你說跳舞跳舞就可以嗎? 九天選女叫叫叫叫到 然後咧 九天選女叫叫叫叫到 八百英尺 五百英尺 一百一尺 這樣這樣這樣弱喔 這是舞蹈版 舞蹈版的九天選女 這樣弱喔 謝謝巨紅的主定 這樣弱喔 收到 地址念一下公司 公司地址是 煙場錄88號 收到 欸是88號嗎? 是 現在看到草組就會想到這樣喔 謝謝巨紅指定 上林喔 上林有要指定嗎? 上林上林 還好沒念錯 如果沒有人要指定就要下播了唷 上林 你直接送他一個 那我直接送上林一個嗎? 要送什麼? 隨便啊 嗯 可愛三連拍 那你幫我想個動作 九天選女嗎? 一 還有九天選女嗎? 暴名嗎? 二 三 好爛喔 謝謝上林 下次見 送給上林三個很莫名的三連拍 超級莫名其妙的 不管啦 我要下播了 掰掰各位 下次見啦 希望公演大家有開心 下次見 掰掰 酒店選女叫我要關播了 收到 掰掰 TP特斯拉 掰掰 卡卡掰掰 要告白幾次 掰掰